聽過 補問一下那個數字 那個公宅大概有多少人可以受惠 我們現在因為中央他們的這個數量 我們總共的社宅加租租國宅大概是6000戶 但是我們這些對象可能要等到他們得到相關中央的紓困 來提出申請我們才能夠 大概預估我們應該預估有5%左右的這樣的住戶 所以可能等他們申請 請他們 因為我們不希望他們再拿兩三次的證明文件 所以就是他拿到中央的證明文件 我們就直接做簡註的動作 大概是5% 那針對疫情的部分 大家還有問題嗎 好 我補充一下 所以今天這個 相關的英文SOP是正式的上限 那我們也對全世界的姊妹室來做 已經事先先用email通知他們 那也收到很多姊妹室的回憶 那周大使這邊也已經跟菲律賓進行過相關的視訊會議 有很多國家也都在詢問我們有關 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防疫旅館 那很多的居家檢疫的方法跟方式 對他們來說也非常的新奇 所以他們很希望能夠 跟我們繼續保持相關的聯繫 所以大使這邊幾乎都 日夜都在跟國外做聯絡 那目前為止 大概有10幾個國家都已經有回憶 那接下來我們會在 我們能力範圍之內 我們盡量分享我們的經驗 給這些國際的城市 尤其是現在 其他的國家還在疫情高峰的時候 好 那針對疫情的部分 大家還有疑問嗎 好 那我們開放大家還有其他題 要問嗎 一邊是 喔好 黃副部好想請教一下 有民眾求助那個紓困打給台北1999 那語音要求是轉接到勞動部那個轉線 這個部分是不是 北師傅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也 昨天看到的消息 我們自己也很詫異 因為我們在防疫小組的會議 已經在兩個禮拜前 有關中央紓困 我們就下了一條命令 就是各局處要成立自己的單一窗口 協助所有需要紓困的民眾 因為這次中央紓困的方案 很多都是直接對民眾 那很多民眾其實是從來 像很多文化部的補助 像一些文化團體 他根本從來沒有申請過類似的補助 光文件啊 詢問這些就很多 所以我們在兩個禮拜前 就已經成立了 各局處的單一窗口 那包括勞動局 勞動局的部分主要是大家知道 1.0是我們台北市政府自己的 2.0是我們就配合中央的安心就業方案 那這一次會被打爆電話的主要是因為那個 勞工紓困3萬塊的部分 中央一公告之後 大家電話就開始打進來 那這個台北市政府這邊出了一個疏漏就是1999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SOP就是同樣的問題 超過多少通等待時間超過多久 我們就會做所謂的語音的留言 這個案子是他們接到非常多的詢問電話之後 他們按照SOP做了語音的留言 說這個是中央的案子要問中央 但是在台北市政府 我們自己的立場是 我們既然每個單位都有 單一窗口 就應該由勞動局來回答 而不是有1999直接用語音信箱來回答 這個部分昨天勞動局長也已經說明 那我們剛剛早上也跟市長報告 那我們各單位 因為這次中央的紓困只有幾個 像社會局是由我們台北市政府代辦 那就很明確是我們市政府自己處理 但是像原民會、官傳局、產業局 還有很多的單位 他們的紓困方案其實都是直接由中央收件的 所以我們現在為止 我們的單一窗口大概只能做到諮詢 協助幫他看一些文件 然後協助他台北市要發的證明文件 我們會主動的提供 包括剛產發局有關商圈的紓困 我們是主動告訴商圈說 哪些東西讓我們台北市政府可以出哪些證明 這個我們都是主動出擊的 但是還是要商圈他們自己去向中央提出升級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如果中央覺得 如果地方政府其實是有部分業務是可以代辦的 如果需要我們代辦的話我們也很樂意 但是我們不會把相關的事情都推給中央 可是因為每次各位也知道中央發表紓困方案之後 其實就像上一次的防疫 不是防疫旅館 居家檢疫的一千塊的補助 中央發布之後我們電話就被打爆了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內容 這是我相信這是在紓困的時候 他們新聞出來 可是民眾一般來講還是會找地方政府 我們希望是不是在中央提出相關的方案的時候 能夠同步給地方政府相關的FAQ 我們可以至少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回答該怎麼處理 否則都是電話打來很多 我們沒有辦法回答的內容 因為細項跟明細都還沒有到地方政府 我們就被迫要求要回答 其實會造成地方政府大的困擾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會跟政府中央的部分 好好的聯繫 有關內容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同時間 他們同步公布的時候 我們地方政府也有FAQ 這個可能會比較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我們會檢討改進 好 那我們先 來 TVBS 黃市長請教一下 市議員發現到說 關於北市府針對這個補習班的公安申報 有10年沒有更新 因為包含一些倒閉的業者進來還在上面 所以顯見說是北市這邊對於這個公安的部分 其實流於刑事或者是有怠惰的這樣的疏忽 我們早上討論的時候好像是教育局的相關的網站沒有更新 這個是蠻嚴重的舒適 那其實他們都有做聯合計查 那這個計查的結果應該都要有統一的公告 但重點是在於說 補習班這些相關的業... 我們有分類啦 聯合計查其實有分類 各種不同的業別他其實都有做 平日就有做聯合計查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早上已經要求教育局 你們都有做檢查為什麼沒有更新 這個部分市長已經指示要教育局立刻處理 那其他的部分 有關聯合計查的部分 我們今天下午會開 府級的檢討會議 我們整個將來聯合計查的 所有的內容、時間、人力跟相關的項目 我們要全部的重新的 檢討跟調整 那就這個部分 教育局的部分 我們認為教育局有嚴重的舒適 這部分一定要讓他們改正 好 來 開始 黃副 想請問一下 就是昨天完成了 目前境內68間的封閉市場館的檢驗 那有時機價是不合格的狀況 這不合格率高達了四分之一 是有兩成五 你怎麼看 那有沒有目前一個開罰金額的計算 謝謝 好的 我再強調一次 機查有 大家會說 之前為什麼都合格 現在怎麼都不合格 以前的機查 應該說 目前中央法規的機查 我上次在記者會有講過 是 都是對消防單位來說 都叫做抽查 包括它 半年的大檢 它是由他們的計師要做一整天 四個計師要做一整天的 消安的檢查 檢查完畢之後 由交由政府來做 前面的抽查 就是那個半年一次的大檢查 那個時間也是一個鐘頭來抽查 每一個項目 每個都有檢查到 但是它都不是一顆一顆檢查 它是 機師做完所有的東西 提出申報合不合格 然後由消防單位一個抽 就是比如說 撒水頭就抽幾個來查 確定合格才符合 所以就是3月30號那個是一個大檢查 那平常的叫做聯合機查 那聯合機查就是可能就是 我上次的記者會也說了 他們一個晚上抽4家 一家不到半個小時 的確在時間 人力都有相當的需要檢討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這一次 因為發生了公安事件 所以我們是依照相關消防法規 我們針對要希望能夠避免重大災害 我們這一次是運用了 行政執行法 這也應該是相關地方政府 或者是中央政府 到現在為止 第一次運用了行政執行法 行政執行法的規定 我稍微念一下給大家聽 行政機關為了阻止犯罪 危害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 而有急事處置的必要 得為及時強制 然後對於住宅建築物 或其他處所的進入 或其他依法定職權 所謂的必要處置 這個是地方行政機關 是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一次我們做的叫做 幾乎是叫做普查 也就是我們68家 每一家機關就是一個一個 去測試他所有的消防安全設備 所以這一次檢查出來 只要有不合格的地方 我們都是先請他 即時強制他先暫停營業 三天 三天之內改善完 你就可以復業 目前為止 這是我們這一次採取的標準 所以狀況是一樣的 就是以前是採取抽查 這次我們是比較強度高的 採取普查 那將來我們台北市聯合計查的標準 也應該會提高到這樣的強度 也就是說如果到 依照現行法規的標準 都只是抽查 而造成了我們抽查的項目合格 可是要業者其他的動態違規 這個造成了這麼大的公安事件 我們必須要甚至檢討有關 我們抽查跟普查 跟我們在發現違規之後的處置 是不是要有一個強度更強的方式 那這些業者他們現在檢查不合格 現在都叫做限期改善 我還是要強調 限行法規 尤其是消防法規 我們要求只能限期改善 所以我們現在是 勒令他先停止一夜三天 請他限期改善 那昨天已經有幾家已經限期改善完畢 所以我們也同意他可以復業 目前為止採取的方式是這樣 好 那還有其他媒體朋友 三立先 昨天議員他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說 就是在4月22號這個機場 那消防局坦承他們20分鐘只檢查了一層樓 那不知道市府有沒有掌握到這個訊息 然後有知道說為什麼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原因發生嗎 各位 可能你們4月28號有沒有開 參加我跟市長開的記者會 我當天就已經講了 當天他們是抽了4家 每一家只能去半小時 所以我們針對這個時間過短的部分 我們是會檢討的 所以不是我們沒有掌握 是我們那天4月28號就已經更公開說明了 那這個聯合機查 它是 我再強調一次 它是一個臨時性的編組 我們135都有聯合機查 各機關有派相關的人員 到現場之後坐在那邊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是陣風處當場抽出要去的對象 當天他們只會知道業別 我今天要檢查的是KTV 還是電影院 還是補習班 但他不會知道是哪一家 所以現場是一個 因為當時所有聯合機查就是為了防閉 防止我們相關的公務同仁通風報信 所以現場才讓他知道 那一天晚上抽4家 去4家每一家的時間大概真的都不會超過半小時 那這叫抽查 抽查就是去看相關的資訊 所以4月20號那天也是一個這樣的聯合機查的抽查 跟大檢查是不一樣的 那抽查的時候 的確他們沒有看到現場施工的狀況 但是抽查的項目他們有很多項目沒有親身的檢查 而交給了助記說要交給中隊在進行復查 這個是我們要檢討說 如果你都是去機查了 為什麼你不檢查而是交給中隊 這個是之前有很多的迴犯 那這次案例比較特別的是他3月30號做過大檢查 所以4月22號的聯合機查的同仁 他們去機查的時候 業者會出示說我3月30號已經通過 合格檢查的東西 所以他們對他們來說 這個已經檢查過了 我今天剛好時間上也很短 然後他們就就他們能做的 他們做了一些檢查 那沒有做的 他們就寫說要交給中隊檢查 這的確是一個聯合機查上面 比較我們認為說 以後應該要訂出相關的名氣 什麼是必查項目 什麼一定要查 而不是全部可以交給中隊來機查 這個是我們今天下午會開會做相關的檢討 但是我們28號已經把所有的過程都跟大家做過說明了 好那我們最後一題 麥克風麥克風 在第一時間就跟市府報告說他們是在檢查之後檢查一層樓然後只花20分鐘嗎 還是是在議員的質詢之後這些事情才報出來的呢 我那天可能 他是不在我們記者會嗎 4月28號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4月27號26號 消防局副市長 市長都沒有看到 4月22號的記查紀錄 所以我們4月28號 把所有的事情離清楚之後 我才跟市長出來開了記者會 也就是說 消防局這中間有嚴重的疏失 他們在 我在發生當天 跟第二天 4月27號市長副市長的記者會 都沒有提出他們 4月22號記查的狀況 是建管處把他們記查結果交給了議員 議員在議會質詢之後 消防局跟府級才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昨天 前天要求所有的市政府的相關資料 同步給議員的時候要同步給府級 而不是自己把資料交給了議員然後府級都不知道 這個是我們中間我們管理上面很嚴重的疏失 所以就這個部分我們會就責 好來我們最後一題 來聽過 說今天那個廉價比一天 剛剛那個宜蘭礁溪那邊景點有爆量的問題 那有沒有掌握到台北市的景點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今天那個台北旅遊網的部分 我們目前為止還沒有警示 所以如果警示的話 我們會隨時在線上跟大家提供 應該是 應該是目前還沒有特別警示 所以專傳局這邊還沒有相關的回報 如果有的話 我們會隨時做相關警示的提醒 不過今天宜蘭礁溪應該是郊區比較多人 我們今天台北市有一半的人還在上班 像我們大家 在那裡的一半的人還看見 我們在這裡的人還會有關的 我們的宜蘭要旅遊